黄姐 我说你跟人咋这样 我好不容易我买的房 哎 你说四十万啊 家具 家电 你全拿走 你啥都不给我包库呀 东东 我跟你说啊 价钱的事情一分钱都少不了 四十万 不是 你看就便宜了 你两万块钱 哎呀 小土豆 你来干啥来了 哎呀 东东 分个 东东 不是 哥 你咋过来了呢 我呀 我没事 我就是看吧 明白了 过来咋的也看人家房子便宜 过来抄底来了 快拉倒吧 跟你似的你看你 不是 那你不买房子 我们是邻居 我住在小黄楼下 哎 我就来看看他 看小黄 东东 你能不能不瞎琢磨 你就琢磨琢磨这房价的事 多少钱呢 四十万 他还嫌多 不是 姐 你就便宜两万块钱 三十八万也行 哥 你跟他说说呗 四十万 你做做他饲养工作行不行 还三十八万 哎 你先跟他说着 我去找宝宝去 宝宝不见了 那行 那你先忙着啊 小心眼 怎么着 真打算买这房子啊 多好的房子 哥 关键是便宜啊 才四十万呢 是 是便宝宝不见了 你不觉得便宝里边有问题吗 好问题啊 我告诉你 东东啊 小黄搬到这个房子之前 特别特别的好 很正常 自从搬到这个房子以后 咋了 整个人都不正常 是吗 我不想看 哥 这干啥呢 我哪知道在干啥呢 对 人家说了 找东西呢 找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飘天花板上 等会儿他还说话呢 你听 宝宝 你在哪儿呢 你别吓唬妈妈 这哥好像不对劲吧 怎么的呢 黄姐不是单身吗 就是单身呢 她哪儿来的孩子 现在是白天 晚上十二点以后更可怕 听见没有 她说她在找她的孩子 据说就她一个人能看见 我看见你了 你说 是你下来 还是妈妈上去啊 你看见了吗 我能看见 她看见了 这房子你还敢要吗 敢要啊 哥 我跟你说 我这是长得五大三粗的 就这个封建迷信的吧 我还真就不怕 而且我觉得黄姐这样吧 肯定不是房子闹的 单身时间长了 精神压力大 是吗 这事儿啊 我见她 咱顺着她 姐 姐你别找了啊 那边没有 你上这边找来吧 别动 我看见她了 你看见啥了 你转过去 你别动啊 没动 别吓着她 啊 哎呀 怎么这么淘气呢 她找着啥来 哎 你咋啦 不是不是不是 姐你怎么养个蜘蛛呢 不是 她是我宝宝 不是 你这么大鸽子 你不是啥都不怕吗 怎么还怕蜘蛛呢 哎呀 是啊哥呀 我是啥也不怕 这么跟你说啊 老虎 狮子 大象 阿凡达 我都不怕 我就怕蜘蛛 我以前 不是住一楼吗 一到夏天的虫子 往里边爬 所以我想找个二楼 哦 这我就明白 你看你没出现那样 这么大个个 胆子这么小 多可爱 哎哎哎 你离近看一看 哎 他们有名字 不是 一个叫奥利 一个叫奥 两孔子 哎哎哎 姐姐 姐 姐 你养俩呢 嗯 这是谁啊 他是奥利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叫奥 啊 哦 哎对了 奥呢 奥 哎哎 黄姐啊 那个你搬家的话 这两口子可千万带走了啊 哎呀 知道了 哎呦 我天 带走了 你放心 你心可真大呀 哎 带走你就放心了 你没听小黄说呀 奥利和奥 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在这房子里住了 这么长时间了 就没有几个 爱情的结晶 干啥的啊 他俩还有孩子呢 我觉得孩子很多 那孩子都在哪啊 地板上 哎呀 沙发上 呀 天花板上 呀 哎哎哎 哎哎 哦 我这那个黄姐啊 哎 姐你来 咋啦 跟你说个事啊 姐啊 你说 这房子我不想买了 什么 我不买了 我害怕那个 不是 就是 这有什么害怕的 我跟你说 哎呀东东啊 到时候你下班一开门 好家伙一万多只小蜘蛛 哆嗦着八条腿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这房子不掉了啊 陈尔峰 你啥意思啊 人家不要 我看出来了 你是来捣乱的是吧 我怎么是捣乱的呢 小黄妹妹 我这很明显 我是来帮你的呀 我怎么看不出来 你来帮我的呀 小黄妹妹 你给我说实话 你干嘛 非得这么便宜 卖你这房子呀 哎呀哥 我们公司吧 要扩大业务 我需要钱 需要五十万 我手头上呢 正好已经有十万了 我行司便宜点吧 这房子卖个四十万 不正好吗 缺钱呢 缺钱你怎么不找我呢 小区谁最有钱 结婚林姐妹谁最有钱 超我呀 我自己卖房 花我自己的钱 我踏实咋的 不是 你这也太便宜了 是你们家卖房子吗 对 是这家卖房子 钱人方 我在的时候 你不许说话 卖房子呀 四十万是吗 对 签合同 大姐你应该有这个眼力 长眼道 大眼睛双眼皮 一看就是敞亮眼 从小到大 我说话办事 那都是七十卡厂 行 敞亮 我去给你 你合同去 你稍等 太好了 啊 吓 哎 哈哈哈哈哈哈存 怎么的 四十万想买这房子 咋的还能便宜啊 还便宜 这都够便宜的了 我告诉你 这房子的装修是我干的 看见没有 跟新的一样 你要想买这房子 再加十万 不是你谁呀 我是谁 看不出来吗 啊 户主是吧 所以说买房子的事 他说了不算 你得跟我商量 我跟谁商量都行 我就看中这房子了 是不是 你说的对 装修啊不错 我是应该再加点钱 不过呢 我要这装修没有用 我住进来的时候啊 我把这些都砸了 怎么的啊妹妹 你喜欢住毛房啊 把呸字带上啊 毛呸房 好好好 毛呸房 不是妹妹啊 你用啥 喜欢住毛呸房呢 我买这不是为了住的 我另有用途 不你干啥呀你啊 干啥啊 从我这造型上看不出来吗 这还真猛出来 看不出来 行 那我就跟你表演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技术啊 啊 Rocky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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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吗 不知道 你干啥的 摇滚歌手 我是个艺术家 啊 妹妹你是个音乐创作者 对咯 我买你们这啊 我是为了改成我的排练厅 你要把这改成排练厅啊 对呀 哎呀 怎么样 这我没想到 行 来妹妹 哎 合同你好了 大姐 我跟大哥我已经谈好了 啊 这个地方呢 我买下来 四十万啊 我现在就交钱 咱下午就办过货 过 全款 哦 必须的 行 我没问题 老哥 事发现怎么样了 等会儿 你是他媳妇 啊 那他是谁呀 哎 哦 哦 哪呢 中介 啊 哦 在哪 没看见呢 进屋了 我刚才看着 啪啪进屋 哦 什么玩意 哦 什么玩意 中介 行了 我媳妇也回来了 全家人到齐了 来坐下吧 我们谈一谈房子的事 哎呀 媳妇啊 那个 给你介绍一下啊 你肯定还猛着呢 啊 对 这位妹妹要买咱们家的房 谁 这位妹妹买咱们家的房啊 哎 她是一位摇滚音乐的创作者 啊 要把咱们家改成这个创作室 我明白了 明白了吧 哎呀 妹妹 你看你一来吧 就让我们这个小区的业余文化升福 一家就丰富起来了 那个打我一进门啊 我就看着你身上有一股艺术家的那种气质 哎呀 我们这个小区别的不行 对 就这个文化这个氛围啊 是特别特别浓的 那老好了 你就说这栋楼里哈 嗯 那个左边呢 是一个钢琴家 对 张老师 那是 还有这个右边住的是小提金家胡老师 听没听出点二胡的感觉 还有就是我们家楼下的小米粒子了 对 那歌声犹如天籃 对了 还有咱楼上那个小米 是吧 对 跳踢踏舞的 嗯 那舞跳的 我们经常能在楼下的炒壳子里找到分析 哎呀 哎呀 你要是来了 咱们小区那个文化生活 哎呀 可就火热了 回头咱们组织一个大型的交响乐团 开始表演 就这样被你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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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谁敢不服 耶 停 哎呦 我去 不是 你们这什么小区 这太闹腾了 那个没事 那个咱们共同提高 对 共同进步 对 共同 对 拉倒 我捞出啥我 来来来来 签合同吧 好 合同都你还 哎呀 你来看一看啊 签什么合同啊 这房子我不买了 不是咋不买了 都说好了吗 我发现大姐你这人啊 你为了挣点钱 你是真能撒谎啊你 啊 我撒手 哎要不是大哥好你好意告诉我 我就被你那虚假广告给骗了 我撒手 可是大姐你是不是感觉我们搞艺术的人都特别单纯呢 你不告诉我 说这个小区啊艺术氛围好 我本来想着我搬到这儿我们乐队能更上一层楼呢 幸亏没搬来 不然我这朵摇滚小花就舍在你这个虚伪的大棚里了 我这儿多适合搞摇滚呢妹妹 就这氛围还摇啥呀 我直接滚了我 笑什么笑什么都站起来 就小婴孩子 你们俩这个行为你觉得对这个抬交有好处吗 哎呀小黄妹妹 你误会了 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 不是啊 你让他自己说刚才东东是不是也被你忽悠走的 对东东是被我轰走的 你别瞎说话 那个小黄妹妹你听我跟你解释啊 你看我跟你分析一下 如果你要把房子卖给别人呢 你是不是亏了 对 我卖给别人亏了 卖给你俩就不亏了 对呀 啥意思 你俩想卖房啊 嗯啊 要不然把他们都轰走了呢 哟我天哪 你俩想卖房早说不就完了吗 搞这么多事 我念你家不老上人吗 是 行行行 卖给谁都是卖 邻里邻居的 啊 这么低 啊 一口价 三十五万 成交 不行 三十五万 三十五万不行 这 前生风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三十五万你还叫价呢 我告诉你小黄 这房子我买可以 低于五十万 我不干 你看你老公太过分了 谁啊 你师父看就说脱了嘴了 你刚才是说五十万吗 对 我说的就是五十万 哎呀 媳妇 我跟你说 刚才小黄都跟我说了 他们公司啊 要进行 扩大再生产 人家就缺这五十万块钱 所以说 他才低价卖他这个房子 他是急需要用钱 咱是邻居 咱不能眼睁睁睁地看着他把这房子卖亏了呀 对不对 帮帮他 咱就 五十万我买你的房子 你还是住你这房子 奥里奥也不用搬走 回头你有了钱 五十万还我 房子还是你的 哥哥 我觉得你说完这段话 人性的光辉在你身上就灿烂了 我就告诉你我全身上有人性 太好了 我拟合同志 这我跟你说 这有个好事 老高 你太有人性了 怎么着 那个你这么长时间没做好事的 咱们做了好事 咱上去宣传一下 那必须得大力宣传 对 从现在开始 不管我们家的房子的首付是我付的 小黄他们家房子的首付也是我付的 现在就得开始宣传 对 解放隶居们 我们家房子的首付谁付的 你